人们总爱说成年人的世界只筛选不教育 对这个事儿孔子呢有着不同的看法 紫月不奋不起不斐不发 举一鱼不以三鱼反则不复饮 奋指的是急切想弄懂 起呢意思是引导 斐指急切想说明 发意思是指明 鱼指乌角 整句话是说啊 孔子说教导学生 不到他自己急切想弄明白而不得的时候 不要去启发他 不到他自己急切想说清楚而不能的时候 不要去指引他 不能够举一反三的就不要再讲了 这句话是孔子当老师几十年最深刻的心得体会啊 为什么一定要等学生到了99度的临界点 才给予他点化呢 难道不是从一开始就给他正确的思考路径更有效率吗 大错特错 当学生没有深入思考一个问题的时候 或者是他没有入门 或者是他没有意愿 无论是技术问题还是态度问题 牛不喝水强按头 都会造成学习者的逆反心态 所以最好的教育时刻 是等他自己有了强烈的学习意愿 而又不得其门而入室 那老师说什么他都愿意听 教育成果自然是棒棒的 孔子的这个教育理念对我们有三个启发 第一有耐心 第二抓时机 第三做筛选 我们先来讲第一点 有耐心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教育呢它是一个长线工程 一个人愿不愿意学 会不会学 这是有他心理成熟的自然成长规律的 如果我们拔苗助长 在幼儿阶段你就去教逻辑 在小学阶段呢你就教哲学 显然这会适得其反 即便他到了应该好好读书上进 学习的年龄呢 有的人心理成熟度比较低 没有意识到刻苦学习的重要性 老师和家长如果采取强迫手段 不仅不会修正他的行为 还会制造出矛盾和仇恨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以身作则 寻寻善诱 孔子他首先自己啊 好学不错 给学生们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 然后经常去表扬那些 好学上进的学生 对于没有树修的 也不会上杆子去教育他 而是等着他自己去醒悟 其实教是教 不教也是教 不教呢 就让那些被冷落的学子 自己慢慢的开悟 而后奋于肥 这就水到渠成了 如果再有哪个家长 他对于自己的孩子啊 不好好读书 感觉到郁闷和绝望的 那就去学习孔子 从自己好好读书 做榜样开始吧 第二 抓时机 除了耐心等待 出手的时机呢 也要恰到好处 学生刚刚想要去学习的时候 我们不要立刻教给他方法 我要让他自己去摸索 如果他自己摸索出方法来了 就及时的给他鼓励 但如果他一直不得要领 等他抓耳挠腮 非常着急的时候 再几句话变形他 这个时候啊 他就非常愿意接受 而且这个摸索的过程呢 他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在西游记当中 悟空求学的桥段 就非常符合孔子的教育理念 索悟空啊 败入菩提老祖门下以后 菩提老祖很久 都不教他什么本领 但看到他们师兄弟啊 学到了一招办事 悟空非常的着急 这个时候 菩提老祖 才在悟空的头上 敲了三架 暗示他半夜三更 来找自己求学 而这个时候的悟空 已经是求之若渴了 对于师父所教授的 所有的咒语和法术 他无不全神贯注 能耐当然是一日千里了 第三 做筛选 孔子做筛选 第一他要选对象 第二他要选时机 第三他要选阶段 不分者 不肥者 这既是筛选人员 也是筛选时机 那选阶段是什么呢 举一鱼 不以三鱼反 则不负也 这是选阶段 如果一个学生 他没有做到出类旁通 文一之二 或者是之三 孔子就不再讲了 为什么呢 因为学生 他还没有达到 中等以上的能力水准 这个时候你多讲 他吸收不了啊 他会造成脑雾 而且 你为了避免信息过载 你最好的办法是 叫停 等着他自己跟上来 跟不上就等 跟得上教 孔子的耐心策略和智慧 展现的是淋漓尽致 也筛选 也教育 有耐心 有策略 能霹地 能菩萨 孔子的教育基本法 值得我们每一个人 认真去学习 这里是季雇铭金 关注我 让行动者思考 让思考者行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